9月7日,休斯顿火箭队计划在新赛季掌心员卡梅罗安东尼成为专职的四号外,上赛季,安东尼在雷霆队的表现没有达到预期,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雷霆队对安东尼的使用并不是很得当。 数据显示,安东尼上赛季赛三号位的时间很多,他有23%的时间是防守对方的小前锋,而44%的时间防守对方的大前锋。 虽然安东尼是从小前锋起家,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,他的移动和速度远不如年轻时。 另外,安东尼在美国南来的成功就是主打四号位。 据知情人士透露,休斯顿火箭队计划在新赛季让海梅罗安东尼成为真值的四号位,这能够有效弥补安东尼在防守端的不足。 长西比鲁普斯,这种转变永远不会轻松,我已经认为前锋是联盟中一名优秀的进攻球员,能够在任何人头上得分,依旧是防守人的对外难题。 也许他不会得到大量出手权了,但他能够打得更有效率,我认为火箭会更加危险,因为他们得到了另一名,能够在关键时刻得分的球员,而且他经验丰富,我认为火箭得到他是个很好的补充。